2023最新奇幻美剧《狼群》震撼来袭 美国加州一场突如其来的山火将山路怼得水切不通 困在校车上的学生们好奇地看着窗外 随着烟雾越来越浓郁 越来越多的车主汽车而逃 奥斯汀不顾重人阻拦 擅自离开了校车 很快便为不远处赶来的大九阳群袭击了 其他的学生健壮纷纷乱的阵脚 都光芒地跑进了校车逃生 却撞上了受惊的动物群 越来越多的人遭受了袭击 随后下车的艾佛 照样撞上了满脸鲜水的奥斯汀 紧急的艾佛赶快上车 他惊同的眼神 仿佛看到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艾佛还未来得及询问 奥斯汀便为隐藏着烟雾中的动物抓走了 幸亏未定的艾佛 盲目地逃跑时 为了躲避旁人大物的袭击 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眼看的即将被一辆失控的车碾压时 布莱克危机时刻出手 将艾佛拽走了一旁 最后布莱克便离开了 艾佛发现他的后腰处又类似的咬伤 布莱克由于心系家人 并未处理自己的伤口 回到家中才能发现 本来触目惊心的伤口 现在逐渐愈合 脸上的青春痘都好了许毒后 布莱克便对此毫不在意起来 他的弟弟却固执地盯着一颗不远处的大树下 然而布莱克却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艾佛则的选择独自救医 由于被伤口影响 他的精神有些恍惚 此处的奥斯汀似乎又出现在医院 当艾佛被安排了病床后 他迷糊中被临床的呼噜声吵醒 让他脸子掀开时 露出了缺的一头受伤的大小羊 他的伤口处正用一只锋利的爪子慢慢伸出 阻让艾佛从噩梦中惊醒 前来查访的医生 请他因为艾佛的自愈能力时 并告知他已经通知了父母 医生离开后 艾佛正因为父母要赶来而头疼时 他接到了一通神秘电话 电话那头的男人不仅知道艾佛的名字 还要求他立刻离开医院 然而下一秒艾佛却因为身体的不适晕倒 他手臂上的血管正在异常的膨胀着 当艾佛在他醒来时 赶来的父母借开纱布缠开伤口时 却发现已经痊愈了 艾佛因此有些相关电话中的人所言 便想找到和他一同被咬的布莱克 却不掉遭遇了父母的阻拦 布莱克由于房子被烧毁 只能临时来到了旅馆 却在照镜时惊奇地发现 领大反倒的青春痘 竟然彻底痊愈了 突然布莱克痛苦倒地 当他广顾来时 竟然看到了艾佛祝月的场景 无法面对解释的一幕 布莱克决定去找艾佛询问清楚 与此同时 首领园的一双儿女 也因和父亲失恋已久 他们意识到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原来首领园在巡逻中 捡到了处于右郎状态的兄妹俩 并收养了他们 取名为哈兰和露娜 此次的异常事件 令兄妹俩嗅到了同类的味道 前半前往树林中寻找 艾佛趁父母讨论伤火原油史 三次离开了医院 他找到了布莱克家中 讨论其咬伤和神秘电话 艾佛露出了只有两人 才能看到了伤口后 惊奇地发现 自己竟然有了腹肌 过去的两个小时 现在增加了十倍肌肉 艾佛正侦探其特效史 突然一个旁人大物 咆哮地向他们袭来 幸亏狗子接着出手 艾佛和布莱克在对以逃脱 由于意见不合 连任开特反方向行动 此时艾佛接到了 火山调查员的电话 他声称送火者 是校图上的一员时 艾佛脑中 开着艾佛福建同学们的面孔 却被一道急促的 上枪打断了思绪 布莱克也同样受到了影响 连任开特不受控制地 往山林中跑去 和兄妹俩狭路相防 四人的眼睛 在暗夜中透露着光芒 随着乌云渐渐散去 一轮满月挂上了枝头 在周人面面相去时 狼人的身份彻底暴露 以上就是狼群的第一集